如果不是来到渣达县,我永远不会知道,千万年前的一次地壳变动,湖水消失,这里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土林奇观,海拔三千七,坐标西藏阿里,穿越一百二十公里无人区,再翻越像是六道轮回的盘山道,才能得见。 兴罗齐步的山峰,风化波时,而形成的独特地貌,陡峭挺拔,雄伟多姿,弯远的巷犬河水在土林的峡谷中,静静流淌,名利的晚霞赋予土林生命的灵光,四一座座城堡,一群群雕楼,一层层宫殿,村子错额,一态万千。 张开臂膀去拥抱大自然,此时天地间起伏的风都为我而动,人生如逆旅,你我亦是行人,水到绝处是风景,人到绝境是重生,金陵岂是池中雾,一遇风云便画龙,一朝红日出依旧雨天齐,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两步便是天堂。 听不到,听不到,听不到,又有人报警说羊的是狼,他只是长得像了,已经做过司法鉴定了,他就是一条狗,这就是鉴定报告,以后呢,大家不要怀疑了,也不要让我把他放上,我不会抛弃他的,接下来呢,等我会把他带回家的。 这只狗是我一个月之前在无人区救的流浪狗,这个小布点是我前两天在路边捡的,我要把他俩带回家,我现在的位置是在西藏阿里的石泉河,距离拉萨1600多公里。 我们两个人要是骑回拉萨的话,需要一个月,时间来不及,8月份要给孩子办理入学。 今天呢,我们就两个人,两条狗,两辆自行车,大车去拉萨。 这两条狗啊,都是流浪狗,我们在无人区救的,他俩没有证书,也无法拖越,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,能让我把这两条狗带回去。 怎么还西藏仰呢? 西藏仰,我差点给废了。 昨天晚上我们刚从阿里来到拉萨,才知道我在这卡德有一个青山哥,他出车祸了,今天早上我们一大早就过来看看他。 我青山哥是我们俩刚来西藏的时候就认识了,那时候我们俩才两三万粉丝,我们俩往318中点走的时候,自行车坏了,然后在西藏我们也没有什么朋友, 后来就给这个青山哥打个电话,青山哥二话没说,开车五六百公里去把我们车拉回来,所以呢,这个我们一直忘不了人家,今天一听他生病了,然后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他。 我车车的咔嚓闲,你这头给坏了,头撩了四十多钟,四十多钟啊,哎呀妈呀,他医生说我这个, 紧续有一个右手,我靠,要大碗了一下子就飞了,下半身趴了,趴了。 现在没事吧?现在没事,看他们一个小货车,货车气色,杀实在长了,怎么没杀? 没有气了? 有气,没刹车,肯定磨头,弄太高了,然后交车没刹车,没弄挡变的? 挡变,变不住,我们拉着一货,我们拉着三个车。 确实变不住。 然后,对面来个车,下面是悬崖了,我跟你说,然后我回去,到锅里下去。 哎呀妈,我在这儿照顾你几天吧? 没事,没事,我扭着了。 带着吗,这边在了? 虽然这带着难受,但是你得带着。 这酒店弄什么样了现在? 现在不是在装家具啊,搞这什么东西,弄好了之后,然后开一盘。 别的地方就没事吧? 早上别人没有餐,就是吃点饼干,喝点牛奶。 然后我就走,明天我还来,明天我还来,我先把那个车给游走。 二哥,这个钱你自己留买的东西啊。 别给我留钱,别给我留钱啊。 你自己留买东西啊? 我在弄多少钱。 在这放了? 好,我走了。 我走了,哥,明天我再来啊。 保重身体啊。 有事给我打电话,我就来,我这两天不走啊。 我们俩现在已经从住院部出来了。 我哥目前看还行。 他就是因为自己在珠峰脚下开了个酒店, 然后呢给酒店拉材料。 还是借着车呢。 然后那个下108拐的时候,刹车突然失灵了。 他直接创造三上去了。 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帮上我哥。 以后呢你们如果上珠峰旅游,咱们可以入住我哥的酒店。 他叫登峰造极酒店。 谢谢大家。 我发现我在乌军区救的不是狗啊。 他是拆家大王。 我上午出去办了点事。 这没一会儿回来,你看他的身上。 把那个油漆桶弄傻了。 我弄个油漆桶,把他那个链子给压上去了。 我怕他跑。 这一回来成这样了。 现在我都把他带到草物医院,给他洗个澡吧。 然后顺便就看到他有没有什么病。 顺便我们也去问一问,给这个狗脱回内地需要多少钱。 好了。 哎呦妈,完了,不能要了,你这狗。 它删到哪里。 删到上面。 这狗就不能雷人啊。 那一雷人就不行。 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两台野猫牛发走了。 一台发放福建,一台发放山东。 那一台我已经拆好了。 现在我正在把这一台给拆起来。 给他弄小一点。 然后这样发物流的话,能省点钱。 下一步就得考虑我俩这个两条流浪狗怎么带回家。 拆完以后,物流车他就要来了。 这两条野猫牛现在发走了,已经上车了。 这里我声明一下,我不会卖,不会送人,也不会扔了他,我要把他带回家。 好多人给我发消息,说要塞养他。 我说不行。 然后他就要给钱,一万两万,甚至还有给五万的。 那也不行啊。 我一发视频,他们就在下面评论,说让我把狗扔了吧。 我也很无奈。 之前想了好多办法给他带回去,但是都不太合适。 最后我们俩想了一个既省钱又快的办法,就是在拉萨搭车去云南。 2000多公里,12号上午10点我们出发了,13号晚上12点才到到大里。 现在呢,我们在大里租了一个车,准备开着车,我们去往广西。 这是一条国内最贵的旅行路线,4800公里,骑了三个月。 搭了1600公里,花费近15000元的骑径旅行是什么样的。 从拉萨出发,途经三大圣湖之一的杨卓庸错。 顺着这条蓝色带,看见珠穆拉玛峰。 站在世界第一高峰的脚下,此刻,我告一一切,只低于你。 一路向南,便能看见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马庞庸错。 当你遇见港人波齐,还算真的到了阿里。 转山一圈,似乎明白了什么是信仰。 他们的双手合十里的祝福,有我,也有你。 在出发行至渣达,我好像把车骑到了外星球。 你会看到全世界最大的土林地貌, 也会惊讶于一夜消失的骨骼王朝。 下一站,翻弓错。 看着天空飞舞的海鸥,仿佛回到了我的家乡,大连。 驶入阿里北线,进入一片荒芜。 被掏空的藏野驴,还有一只正在被庞大的土银撕咬着。 这就是自然规律。 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 过了尼玛县开始,彻底打破了荒凉。 从此,一片生机盎然,一错再错。 还有成勤的藏羚羊和可爱的土拨树, 都足以抚平无人区的估计。 在纳木错静静地躺一会儿,仿佛与天地相融合。 放空自己你会发现,人亦常清静,天地西皆归。 直到结束旅行,你才能明白那句, 阿里之后再无风景,变幻莫测的天气。 一路走过四季,原来这就是西藏秘境,天上阿里。 来到了西藏板呢,还有人怀疑它不是狗。 我们刚到西藏板呢,冒着说说就来了。 我把司法界定报告拿给他们看了, 然后又给他们解释了,他们就放心的走了。 3700公里,搭了三回车, 终于把这两条狗从西藏的阿里带到了那里。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西藏板呢, 接下来呢,我们还要把它带回东北,带回老家。